某次圣協會日前特別舉辦一場公益羽球賽 其中還邀請不少藝人共襄盛舉 就連之前膝蓋受傷的Hebe也都驚喜現身 而他也笑說參與這次的羽球賽 比自己要開演唱會還緊張 同時活動還邀請不少夫妻黨一起參與 其中就包括淘金營、李里仁 還有六月和李懿 被問到夫妻打球會不會更有默契 六月聽了則笑說夫妻一起打球 怎麼可能不吵架 不過兩人因為很少一起打球 這次難得同一組 也讓他很感謝這次的公益活動 不得是心很重的他 在賽前就嫌笑說離婚協議書已經準備好了 如果沒有拿下好成績 第一回家可能要會散牌 但是可以也會沒有 有很少的 beritch召我 我晚安 都沒有 不十一 而 感谢观看